第二輪是官邸北安寧裡面的毛毛鳳因為老化 是大大失去後奉紙、奉批率的公寧 所以是官邸社區發展協會 是來基盤進毛毛鳳的活動 讓社區作為來進下毛毛鳳 希望來進加北安寧奉紙、奉批率的效果 並繼續守候北安寧的生態環境 大人帶到小孩在骨頭 將一棟一棟的毛毛鳳來進下去 後來吃到厚水 並在頒上寫自己的名字 這是社團隊社區保安寧進毛毛鳳的活動 就剛好這邊有辦一些植樹節的活動 讓小朋友多種一些 走進大自然 然後讓他們多接觸一些樹 然後讓他們自己知道這個樹怎麼成長、怎麼種植 一輪社團隊保安寧的毛毛鳳 受控制衛洛水域來的紅白山 維護空氣品質的效果 但是社區的人發現 像若來原本的毛毛鳳等技術的風海 是已經漸漸在流暢 所以喜歡在社區發展學會 來基盤進毛毛鳳的活動 並在南道林区管理處的制度之下 和教社區民眾來作為參務 四番地社區 它就位在這個保安寧的這個周邊的一個社區 那從97年開始來任養這一號的一個保安寧 那它除了這個保安寧的這個利行的巡護 環境的清潔跟監測以外呢 它也開始來協助林務局做這個外來種的移除 還有一些物種的富裕工作 那今天呢非常高興呢 社區主動發起這樣的一個 防風林帶的一個補值 富裕的工作 這個他們在之前就做好了整個生態盤點 了解說這個環境 早期是以木馬房為主的一個林帶 那隨著時間隨著過程 逐漸的木馬房有逐漸衰退的情形 那為了要維護他們後面的生物對樣性的一個配置 所以他們還是希望把這種優勢的這種母樹 透過林管處專業的栽培 然後把它栽植回來我們的林地 這次的外動是要來進500棟的木馬房 管長長的生也來到現場 和大家一起進木馬房 並感謝社區對這片保安寧的用心和照顧 非常感謝我們縣長 每次非常關心我們的四番地社區 那我們今天要種植木馬房 也是要增添我們步道內 多一處休閒觀光的景點 謝謝大家來參加 針對所有佐水溪沿岸 無論是水護蓋綠覆蓋 包括所有的植批都非常的成功 那陽城的問題 以前一年是59天 現在一年剩下9天 所以我們還是極力 要改變整個這個空氣污染的狀況 那整個環境我們都要一起來守護 那我想從每一個鄉親開始做起 我們一定能夠把我們的空氣品質更加的淨化 讓每一個鄉親都能夠呼吸到一口非常新鮮的空氣 那今天呢非常感謝 我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來 來栽造木馬房 四番地社區的基民 是一直都有在參與保安寧環境維吼 跟操募保佑的工作 這次來進木馬房 除了維持保安寧的雜風效果 體心理論的空氣各生活品質 也是繼續在創作優質的保安寧環境 基者酷恨神 蔡宏博度